嗨,大家好,我是科娃蜜蹦马 今天呢带来的是一部日本电影 甜心战士,眼泪 本片本想塑造一个等级分化严重的末日世界 然而相比之下 她似乎更擅长展现女主角的颜值 结果乌打乌撞反而让颜值成为了吸睛亮点 在未来世界因为污染日益严重 宜居区大幅缩小 人们于是建立起一座巨型的垂直城市 富人都住在上区 穷人都住在下区 中间呢则是维系大楼的工业区 而整幢大楼的日常维护呢 都由上区的AI系统来负责 原本这里一切都安稳地运转着 然而城市的腐朽还是提前到来了 故事起源于一位老博士 整座垂直城市都是由她设计的 后来她的女儿甜心遭遇了车祸 老博士便把女儿改造成了半机器人 她的核心是一副叫做空中元素的黑壳系装置 可以半永久的提供能量 除此之外呢 她的衣服和身体还有纳米颗粒构成 即使破损也能自我修复 尽管甜心看起来是如此完美 但她的缺陷是感情和人类一样丰富 不适合管理城市 老博士呢 于是又造出了一个无情的女机器人 女王 只是没想到一山不容二虎 后来女王竟然想除掉甜心 老博士掩护她跳到下去 自己则中枪死掉了 甜心坠落到下去时 释放出了一股巨大的冲击波 使附近的物体纷纷崩落 当时的男主角早见还是个小男孩 他再见到甜心之后呢 内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转眼20年过去 甜心下落不明 早见则长大成人 当上了一位记者 他时常以甜心为素材 写一些神秘英雄现身下去的都市传说 来补去眼球 没想到这天晚上 他竟然真的遇到了甜心本人 这天晚上 有一对机械卫兵整暴力之反 甜心路见不平 出面消灭了所有的机械卫兵 当然了哪怕20年过去 他也一点都没了 早见被他深深帅到 从此开始了尾随模式 老是想和他谈谈 其实早见倒也并不是想和他谈对象 至少吧 也不是光想和他谈对象 因为早见不只是记者 还是一个抵抗组织的成员 他见底层人民击寒交迫 又遭受着毒雨毒气的折磨 很是心疼 他知道下区毒气毒雨之所以严重 是因为上区的所有污染物都向下面排放 而这套排污系统 则是由上区的AI系统控制的 他的最终目标就是摧毁AI 两个人还没说好将来要怎么做呢 女王的机械卫兵就锁定甜心杀了过来 这次甜心为了避免殃尽无辜 没有放开还击 结果受伤到底 幸好早见在抵抗组织的队友们赶了过来 除掉了这些机械卫兵 虽然说甜心的自愈能力超强 躯体很快痊愈 但是他的精神却一蹶不振 因为当年他坠落到下去之后 曾被一对夫妻收养 但他们都在机械卫兵的这次行动中丧生了 这时候呢 早见的男主功能就体现出来了 他通过一番走心交谈 重新鼓舞好甜心 甚至还把他罕见的都笑了 而甜心呢 则娇小的把他推开了 早见爬起来之后 又掏出了一份秘密资料 原来他前阵子深挖资料时发现 老博士的ID还在上区顶层活动着 这意味着他很可能并没死 这样一来 早见和甜心的目标也就一致了 他们要一起溜进上区 并且湿入最顶层 早见要在那里破坏AI系统 提心呢 则要在那儿找到老博士 主角们此前得知 上区过阵子要举行一场空前盛大的party 而这产生的毒气也是空前去厚的 如果让这些毒气进入下区 会导致无数穷人死亡 要想阻止 就必须得现在行动了 早见和甜心各自上装打扮 伪装成了上层人士 成功混入了上去 甜心由于打扮得过于好看 甚至吸引了每个人的目光 这种招摇过世 正符合主角们此前的计划 他们想让甜心吸引眼球 牵制迷亡的围兵们 这样早见才更容易破坏AI 另外呢 抵抗组织的队友们 还有最后一手准备 如果早见和甜心失败的话 他们就直接炸毁存放AI的高楼 当然 这样很容易造成许多无辜伤亡 是下下之策了 甜心在吸引火力这方面 是非常成功的 她不光在万众目光下展露颜值 还在party上面大秀身材 热得人们莫不转惊 女王果然注意到她 派出许多机械卫兵坠杀过去 而甜心又华丽的击败了他们 整场战斗就好像是party的一部分 引得观众们欢呼不已 在解决掉这些卫兵之后 甜心又杀到了最定层 和女王展开对决 她在这里发现了老博士 残破的身体 原来老博士当年中枪之后 大脑并没有死亡 女王则把她关在这里 利用她的智慧 但近年来老博士的残肢 也逐渐衰老 所以女王才执着地追捕甜心 想要取出她的空中元素 安给老博士 两人最初交手时 是甜心落了下风 不过早见偷偷摸过来打黑枪 几下就打败了女王 当然了 堂堂女王可不能这么轻易地 领取便当 所以她很快再次扎实 就不管用了 女王轻松把她打都吐血 甜心眼看着早见被虐 内心也爆发起小宇宙 终于愤怒击杀了女王 这样一来 只要破坏AI系统 不让毒气往下去排放 就圆满了吧 不过当两个人 唤醒老博士的全息投影时 老博士却让他们 别想着破坏AI了 那根本阻止不了毒气排放 因为那完全就是 女王故意散播的谣言 目的就是把甜心给骗上来 原本呢 早见等人还是可以指望 其他队友炸毁整座大楼的 但在最关键的时候 队友们又发现 楼下有很多无辜孩子 因此就没有引爆 后来呢 他们又被机械卫兵击败 被迫撤退 现在也指望不上了 主角们眼看着 无边毒物倾泻而出 他们不仅涌入了下去 甚至还意外的涌入了上去 再这样下去 所有人都要完蛋了 其实解决办法还是有一个的 只不过这个代价 让所有人都不忍提出 原来呢 甜心体内的空中元素 力量强大 甚至可以吸走所有的毒物 只不过这样一来 他自己也必然会命丧当场 他悲伤地告别老博士和早见之后 独自登上最高处 开始了最后的战斗 随着毒物渐渐散尽 天心的体力也逐渐耗尽 早见还想最后一次抓住他 可他的身体已经开始瓦解 只剩烟角的泪滴 久久没有散去 后来呢 这滴眼泪也随风生起 重新回到了早见的手里 这段也是呼应了片名 在电影收尾时呢 下去的孩子们 再也不必蒙受毒气之苦 他们扔下口罩 纷纷奔赴外界 而在飞墟的一角里 天心的空中元素 正逐渐恢复运转 似乎他还有希望复活 不过呢 这里就是给拍续集 留下的伏笔了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fans 咱们下期再见